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继续我们物联网开发系列课程的第一个逻辑项目实战课程的学习 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我们上一节课给大家讲的内容 在上一节课我们对我们这个课程的第一个阶段给大家进行了一个讲解 其中在第一个阶段里面给大家讲了两个方面的一个内容 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对我们这个项目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 并且我们给大家对我们这个项目要使用的这个软件环境做了一个简单的展示 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给大家讲了一下我们这个物联网感知端开发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流程 希望大家通过对我们这个第一个阶段的学习能够重点掌握我们这个物联网感知端开发的一个流程 这样子呢大家在以后的工作中呢在遇到具体的项目中就会做到有的放失 知道我们这个物联网感知端开发会经历哪几个阶段 并且呢会清楚我们具体的哪个阶段应该做哪些事情 好接着呢我们这节课就将进入我们第二阶段的一个学习 在第二阶段呢主要我会把我们这个项目的一个关键技术点给大家分离出来 让大家知道我们这个项目呢具体要使用哪些比较关键的一个技术 并且呢会把我们这个项目里面的一些重难点拿出来给大家进行一个介绍以及分析 这样子呢会对我们这个第三个阶段的学习呢打一个基础 在第三个阶段呢我们具体的一个项目的实现中呢就不会感觉那么困难 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第二个阶段的一个重难点的一个分析 在我们第二阶段呢我们主要有如下重点需要大家去掌握 去了解去掌握第一个呢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去了解我们这个蓝牙技术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第二点呢就希望大家能够去了解我们这个蓝牙模块HC05 要去了解它的一些特性它的一些接口以及呢它的一些编程 实际上就是我们这个第三点的一个内容 就是要理解我们这个HC05的一个初始化的流程 以及我们这个HC05如何去使用这个AT指令来实现对我们这个 HC05的一个编程 好我们这个阶段的一个难点呢主要有以下三点 首先呢就是对这个HC05的一个编程 实际上呢由于HC05它和我们这个MCU的接口就是一个串口 实际上呢我们对HC05编程呢就是对我们的串口进行一个编程 这里面呢就希望大家能够使用我们这个中断 这样子能够提高我们这个串口读写的一个效率 第二点呢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学会去制定义我们这个蓝牙与手机之间的一个通信协议 大家注意啊只要是在由我们这个蓝牙的这个中断开发里面呢 都牵扯到这个蓝牙与上位机之间通信的一个协议 这个上位机可能是手机也有可能是一些笔记本 甚至呢可能是其他的一些手持设备 所以说这一点呢也是非常的一个重要啊 并且呢对这个协议的定制呢也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好最后呢就是要求大家能够学会使用我们这个运动传感器NPU6050的这个解算库 好这个解算库大家注意啊 这个解算库呢是由芯片厂家给我们提供的 并且呢给我们提供了开源的C代码 因此呢我们要求大家能够学会对我们这个解算库的一个移植 因为只有移植以后呢我们这个解算库才能在我们这个平台STM32F407上面运行 因此呢对这个解算库的一个移植和使用 也是我们这个阶段一个难点以及重点 好下面呢我们就正式开始我们第二个阶段的这个内容的一个讲解 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项目的一个关键技术点的一个分析 好在我们这个项目的关键技术点的分析里面呢 又分成了大家看分成了三个大的知识点啊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无线传输的一个基础 也是我们这个蓝牙技术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使用的这个传感器技术的一个讲解 以及我们这个要采用的存储技术的一个讲解 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第一个大的知识点 也就是我们的这个蓝牙技术 好首先给大家讲一下到底什么是蓝牙 对于这个蓝牙的理解呢 大家掌握以下这几个关键字就好了 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到底什么是蓝牙 首先蓝牙它是一个无线的一个技术标准 我们平常说的是打开手机蓝牙打开车子蓝牙 大家可能认为蓝牙是一个硬件 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它是一个技术标准 是一个无线技术的一个标准 这是我们要求大家掌握的第一个关键字 第二个关键字呢就是我们这个蓝牙 它是一个短数据短距离的一个数据交换 它的这个传输的有效距离呢就在我们民用里面 它这个距离是8到30米 在一些其他的一些应用呢 我们在其他的一些比如说class A这个协议里面呢 它有传输距离可以达到100米 这个大家了解就好 然后第三个关键字呢就是我们这个蓝牙的一个频段 它的一个工作频段呢是2.4到2.485GHz 大家注意这个频段呢是一个公共的频段 因此呢这个频段对我们这个民用来说是开放的 所以说对我们这个蓝牙的一个应用是非常有利的 好第四个关键字呢就是这个SIG 那么什么是SIG呢 实际上呢SIG的全称啊就是叫做蓝牙技术联盟 这个联盟呢它现在的这个成员公司呢 已经达到了25000家啊这个联盟实际上是有很多 从事蓝牙相关的这些行业的这些公司来构成的 而这个联盟呢它主要会去做什么事情呢 它主要会负责监督蓝牙规范的一个开发 管理我们这个蓝牙认证的一些项目 并且维护我们这个商标权益 好这个呢大家知道有这么一个SIG这个组织 是用来管理这个蓝牙的就好了 然后呢第五个关键字呢 实际上我们这个蓝牙呢它也是有 就像我这个网络一样也是有一个协议站啊 这个协议站呢大家看啊分成了这么几层 对这个蓝牙协议呢同学们呢至少应该知道啊 这个协议分成了几层 并且每一个层次呢都要做些什么事情啊 这个大家应该清楚 然后呢还需要了解就说这个协议上面的一些配置 因为我们在使用这个蓝牙的时候呢 实际上不会用到这个协议里面的所有的这个展示的部分 我们对于不同的应用呢 会专门有一些配置项啊 会有一些配置项告诉我们 通过哪些选择哪些这个配置这个协议里面的组件 就可以实现我的这个具体的应用啊 这个呢对于蓝牙协议呢 我们会在这个中南点分析里面啊 再给大家讲一下 对于这个协议以及它的一个配置啊 这个同学们呢如果能够对这个蓝牙协议有所了解啊 甚至是比较清楚它的这些协议的这些功能啊 协议的这些功能以及它这个模块 那么以后大家在使用这个蓝牙进行不同的一个场合的应用的时候呢 就会比较得心应手啊 因此这个协议呢还是比较重要的啊 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下一个关键字啊 就是这个蓝牙的版本 大家看从这个蓝牙诞生之初普及到这个1.2版本 到我们现在这个4.0版本呢 它已经经历了这么多个版本啊 并且到我们这个4.0版本 它还出现了我们这个BLE啊这个技术 这个BLE呢就是低功耗蓝牙这个技术 而为什么要特别讲这个技术呢 因为在我们现在很流行的这个可穿戴式设备里面的大多数 都采用了我们这个BLE蓝牙啊 因为这个BLE呢它的功耗非常低 而我们这个可穿戴设备呢 对这个功耗的要求呢又特别高 因此呢大多数的可穿戴设备呢 都是采用了这个BLE的这个蓝牙技术 这个BLE呢我会在后面给大家做一个小贴士 专门给大家讲一下 让大家看这个蓝牙的版本呢 从1.2到4.0呢 它这个传输的数据率呢是越来越高 大家可以看一下 然后还要再给大家讲一下这个跳屏技术啊 这个跳屏技术呢 这个跳屏技术呢实际上就是指的 我们这个蓝牙呢将传输的这个数据呢 会分割成不同的一个数据包 通过79个指定的蓝牙频道呢 分别传输这个数据包 因此呢就有可能在每个频道上啊 进行一个跳变 因此我们把它叫做这个跳屏技术 而这个跳屏技术呢 也是我们这个蓝牙传递数据的一个主要的应用的一个技术 好这个呢大家了解一下 就是我们这个蓝牙传输数据呢 主要是通过跳屏技术来实现的啊就可以了 然后呢需要大家去了解一下我们这个蓝牙 要知道啊我们这个蓝牙实际上也是分成了主设备和虫设备 这个和我们之前讲这个SPI接口啊 是类似的啊也是分成了主和虫 两种不同角色的一个设备 比如说啊我作为一个可穿戴设备 我这时候在跟这个手机进行通信 假设呢我这个可穿戴设备向手机发起了这个连接请求 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可穿戴设备就是一个主设备 而手机变成一个虫设备 当我们手机呢主动向我们这个可穿戴设备 发送其他请求的时候这个时候手机就会变成一个主设备啊 因此他我们这个角色呢在不同的这个应用场合中呢 它会发生一个变化啊大家要注意 好我们这个蓝牙呢就要求大家掌握这么几个关键字就可以了 好下面呢来给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个蓝牙的一个特点 首先第一个特点呢就是我们这个传输的这个2.4G到2.485G这个频段呢 是全球通用的啊并且是一个开放的一个公共频段啊 因此呢这一点呢对这个蓝牙的流行啊起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作用 然后第二个特点呢就是低辐射啊 因为我们这个蓝牙的发售的功率呢比较小 因此它的辐射也比较低 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这个蓝牙可以既可以用来传输数据 也可以用来传输语音啊 因此呢因此呢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蓝牙耳机呢和手机相连啊进行一个通话啊 可以听音乐并且呢还可以传输一些数据 大家注意但是这个BLE呢它只支持数据的传输 不只是语音啊因为这个语音的数据量比较大 而BLE呢作为这个低功耗蓝牙 它是不允许这么大量的一个数据的一个传输的 这样呢就失去了这个低功耗蓝牙的这么一个这个意义啊 作为一个低功耗蓝牙的一个意义 好第四点呢就是这个抗干扰能力比较强 然后第五点呢就是功耗低成品低模块小 因此这个特点呢就使得蓝牙可以集成在很多设备上 可以集成在手机上可以集成在笔记本电脑上 甚至可以集成在其他的一些手持设备上 好最后一点呢就是我们这个蓝牙接口的标准是开放的 因此呢许多的厂家以及个人就可以通过这个接口呢 来做出许多符合自己的一些应用 好下面呢就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蓝牙的应用 这个蓝牙实际上呢最广泛的一个应用 就是在这个手机上的一个应用 实际上在我们这个WiFi在手机还没出现 在手机里面还没出现WiFi之前呢就已经出现了这个蓝牙 因此这个蓝牙是早于这个WiFi出现的 并且呢这个手机蓝牙这个应用呢是非常广泛的 它主要就是用来接听电话听音乐啊这些应用 第二个呢就是车载蓝牙现在几乎稍微高档一点的车啊 或者是高配一点的时候它都中配一点的时候都带一个蓝牙 因此在车载上这个蓝牙的应用呢也是非常广泛的 第三个就是在家庭里面 在家庭里面最典型的这个应用呢就是音箱 这个蓝牙音箱啊通过这个蓝牙音箱呢 可以少去这些连线的一个烦恼啊 去实现一个无线音箱 好最后我们这个蓝牙非常广泛的一个应用呢到现在啊 到现在就是我们这个可穿戴设备的一个应用 现在这么多的一个可穿戴设备呢实际上很多都通过我们这个低光蓝牙进行一个连接的 也就是我们这个BLE这个技术 好至于这个蓝牙的应用呢它这个在我们的生活的方方面面呢 都有这个蓝牙的一个应用啊大家下来呢可以自己关注一下 好下面呢给大家讲一个小贴士啊就是谈谈什么是BLE 这个BLE呢实际上是在我们这个蓝牙4.0啊在我们这个蓝牙4.0出现的 它是作为这个蓝牙4.0协议的一个补充啊主要是用在我们这个低成本 短距离和低功耗的这个应用上面 那么它是如何实现这个低功耗呢 它实现低功耗的方法就是可以设置这个传输的间隔 可以设置传输间隔 如果我们把这个传输的这个频率呢改的比较低啊 比如说过一秒才传一个数据或者是过半分钟才传一个数据 那么我们这个BLE蓝牙呢它工作的这个时间呢也会变得非常的短啊 因此呢它就实现了我们这个功耗的一个降低啊 并且它每次传输的数据很少啊 传输的数据少啊这也是它的一个特点 因为只有数据少了它才能尽快的把这个数据传输完成 这样子呢它工作的时间呢实际上就非常的少 还有一点呢大家知道我们这个蓝牙 在打开了以后呢它要去寻找设备 而它寻找设备的这个时间呢以后它去扫描 这个设备的时间呢如果越长那么它的功耗就越大 因此呢我们这个BLE呢它采用一些技术可以使得 我们这个无线开启扫描的这个时间呢特别短啊 我们把它叫做无线开启的时间 特别短 无线开启的时间特别短 因此呢它扫描的这个时间呢也非常的短啊 这个时间呢它只需要开启无线0.6到1.2毫秒啊 就可以实现我们这个设备的一个扫描 而我们这个标准蓝牙呢需要22.5个毫秒来 扫描它的一个32个信道啊因此呢它的功耗呢也非常的低 然后这个BLE呢还有其他一些特点啊 这里面呢就不给大家做一个具体的一个介绍啊 大家呢可以去看一下我百度一下看一下这个BLE其他的一些特点啊 这里面呢为什么特别要把这个BLE讲一下呢 因为现在啊我们这个 现在呢这个第一个号的这个蓝牙就是BLE的这个技术应用的呢非常的广泛 主要是用在我们的这些可穿戴设备啊 比如说我们这个可穿戴的手环可穿戴的手表 这些设备呢实际上都是采用的这个BLE技术 从而可以大大的减少功耗 从而实现了我们一个很小的一个电池 可以让我们这些设备呢工作很长的一个时间 大家注意我们这个项目里面使用这个HC05呢 它是一个普通蓝牙它不是一个BLE 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 有可能我们这个后面呢还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 我们这个物联网开发项目的一些课程啊 这些课程呢里面就会涉及到我们BLE的一些讲解 好 我们这个蓝牙的简介呢 就给大家讲到这儿